各位同修 大家好 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海青和曼衣的穿返 首先是海青 海青拿起来之后呢 放在左手 然后打开以后呢 第一件事情是要找到衣领在什么位置 衣领是有商标的地方 所以比较容易找到 展开以后呢 将海青的内侧朝外 然后双手呢 抓住领子的两边 然后呢 将右手的领子递给左手 左手抓住 然后右手绕到脑后 一定要在后面抓住海青的右边 然后劈在身上 这一部分并不是很难 但是关键是不能够绕头 劈上以后呢 用右手控制住海青的左右两扇 然后把左手穿进袖子 穿的时候要小心 不要太用力 然后呢 再用左手控制住两扇 右手穿进袖子 这一步呢 也是比较简单的 之后呢 要找到左侧腋下的袋子 和右侧的袋子 并且呢 打一个活结 这个活结不要打得太紧 也不能很松 不用打双结 只要打单结 但事实上呢 在初学阶段怎么打 问题都不大 只要不要继承死结就可以 然后呢 要用右侧的袖子挡住左肩 然后左手伸到里边呢 去扣扣子 这个扣子的位置呢 在右侧的腋下 大家一开始如果不是很熟练的话 也可以用双手扣 并不要紧 因为这个动作并不会在大殿里头做 但如果大家掌握了扣的方法呢 最好是单手 然后左手护肩 这样呢 显得比较的优雅一些 系好扣子以后 稍作整理 海青就穿好了 大家如果要去受戒的话呢 那么海青的穿托主要是在去进房的时候 必须得脱下来再穿上 但是曼衣呢 是要在大殿上 这个在仪式当中穿的 所以非常重要 请大家注意看 拿到曼衣之后 首先是问讯 问讯呢 就是和世尊打招呼 问讯完之后呢 就可以展开曼衣 展开曼衣之后呢 可以看到环扣 这个环扣呢 非常重要 然后沿着环扣的这一扇呢 是最上面这一层 现在呢 我们要把这个曼衣批在左肩上 要用右手控制住带有环扣的最上面一层 同时也用右手控制住下面的两层都要夹紧 用右手拿住 并且分层 之后呢 把它轻轻地搭到左肩上之后 左手稍微伸开一点 防止它往侧边滑落 注意这个夹层 一定要紧紧地夹住最上面的一层 同时也夹住其他层 然后松开其他层之后呢 它就会自然地下垂 沿着我们左肩自然下垂呢 这时候吊环是在前面 然后整个的这块曼衣展开以后呢 在后面 下面是最难的部分 就是要夹这个曼衣在左手 这个曼衣呢 分为四层 第一层 第二层 然后第三层和第四层 最下面一层夹在小拇指和无名指之间 然后呢 是无名指和中指之间 然后中指和食指之间 以及食指和大拇指之间 这是最难的部分 如果这部分夹对了 后面就没有什么太难的地方了 夹完以后呢 还是要从脑后要绕过头顶 然后将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一片呢 交给右手 然后再顺势松开小拇指和无名指之间的一片 曼衣就劈到了身上 劈到身上以后 大家看到环扣在右边的内侧 左手仍然控制着曼衣的左侧和中间部分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用左手的小拇指去勾环扣 勾到以后呢 我们用左手就可以控制住 整个曼衣不会滑落 右手呢 就解放出来 右手解放出来以后呢 把海青的袖子戴出来 海青袖子出来以后呢 右手就可以抓住环扣 然后呢 将环扣扣在如意上 就不会掉下来了 那么最后一步也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一步 就是整理曼衣 整理的过程是把环扣和如意放到左肩的位置 然后呢 把手中拾的这个两扇打开 然后沿着折痕 第一扇从外往里折 是沿着折痕的 第二扇逆着折痕 从里往外折 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是逆着折痕 不是顺着折痕 所以整理起来稍微略有难度 但是一旦整理好之后呢 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大家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然后从上往下向内折 右手抓住折 折了之后呢 搭到左手的袖子上 然后再进行整理 整理的时候呢 要看一下左侧的这个曼衣的长度 长度如果合适呢 曼衣就穿好了 但是作为初学者呢 师傅都是让我们要准备好一个夹子 这个夹子的作用是固定左手的曼衣的位置 因为我们在进行这个礼拜的时候呢 如果没有夹 对初学者来说很难抓稳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容易造成不变 夹的位置呢 是左侧的袖口 曼衣的最里面三片 不包括外面这一片 外面这片不可以夹 夹住里面三片 那么我的师傅是说呢 海青不需要夹 但是我个人觉得海青夹上之后会更稳 所以大家初学店单可以先夹上 夹上之后呢 整理袖口 让袖子平整 那么这个穿海青和穿曼衣的过程就完成了 能够穿的好的前提呢 是在我们抽海青和卸曼衣的时候 这个动作做对 然后呢 把它们叠好 这样呢 才能够按照前面提到流程来穿 所以现在给大家演示这个拖的过程 这个卸曼衣的时候呢 将这部分打开 左手控制住曼衣的中间 同时呢 也控制住曼衣的这个脚 都用左手控制住 那么至于这个动作可不可以做得更标准跟庄严呢 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在我们初期阶段 我们先学好怎么控制住 然后呢 同时这个左手还要控制住右侧 右侧的这个衣角 然后用右手解开如意和环扣 解开之后呢 就可以将袖子收回来 就回到了披戴我们肩上的这种状态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 要从后侧将右手的曼衣 衣角递给左手 递给左手以后 快速地整理 那么整理之后 最终我们想要的结果是 如意在我们左手 而环扣在右侧 然后面向我们的前面 就是环扣不是我们在不在我们能看见的位置就可以 然后呢 就可以进行对折 对折的效果是 一角和如意的位置重合 来到我们的右手 然后我们的左手 抓住 曼衣的中间部分 将它再一次拿起来抖撑 环扣仍然在外侧 再进行一次对折以后 环扣仍然在外面 这样我们的竖折就折完了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右手 抓住曼衣的上方 左手进行整理 并且摸到中间的烫线 然后顺势搭在左手 然后呢 我们重复这个动作 但是这次呢 用左手抓住上部 右手 整理侧边 找到中间的运线 再扎到右手 这样呢 我们就回到了 曼衣展开前的状态 最后一步呢 就是将环扣折在中间 折在中间以后呢 拿好 拿好就是向 然后之后就向上问讯 和师尊打招呼 曼衣呢 就是好了 最后我们来讲抽轻 也就是脱海轻的过程 用右手扶左肩 挡住扣子的位置 然后呢 用左手在右侧页下 单手解开扣子 然后呢 用右手轻轻拉 左边的结 解开左边的活结 下面这一步呢 是关键 就是要用左手和右手 控制住袖口 然后呢 从后侧 用右手拉左手的袖子 同时呢 也控制住左侧的袖口 然后轻轻地拉开 然后呢 交给左手 让左手控制住 左右两个袖口 然后呢 再轻轻地拉 最后右手呢 抓住领口 最终的状态就是 左手抓好两个袖口 右手抓住领口 然后将海青非常平整地展开 展开以后呢 用左手抓住腋下 这个位置 然后将袖子 往自己的方向折 平整地折过去 再然后呢 折完以后 找到右侧的袋子 左手抓住 腋下和袋子 同时抓住 将它再对折 这次对折以后呢 海青就从一个非常大的袍子 变成非常合理的宽度 我们搭在右肩上 用右手稳住 把剩余的袖子 向右折叠 之后呢 再向左折叠 让它保持在我们 整个折叠的宽度之内 保持在这个宽度之内以后 进行整理 让它的长度和宽度 在都非常合适的位置 这时候找到另外一根袋子 沿着这根袋子呢 最后一次 向内侧对折 这次对折的目的是 为了中间位置的宽度 是最后能够放到我们海青带里的宽度 那么这次对折以后呢 海青应该相对已经非常平整 然后呢 我们再进行整理 让它没有褶皱 再从中间的位置 再折叠一次 它就基本上会成为一个长方形 然后最后再折叠的话 海青就会变成一个 相对比较平整的结构 就可以放到海青带子里了 最后声明 我的整个动作呢 既不能说非常标准 也不能说非常庄严 仅仅是为了给初学者看到要点 这样在受戒当天呢 可以从容应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